Hello 大家好 我是Yaman 今次跟大家一起去釀檸檬酒 釀檸檬酒 而不是浸檸檬酒 所以要買酵母 最近6至8月 檸檬酒當作 在台灣綠色的檸檬是比較常見的 首先要先把器具消毒 也是這個方法 然後要開啟酵母 怎樣去做呢? 其實要買酒專用的酵母 今次我做大約6至8個檸檬酒 出道應該500ml的檸檬汁 準備了2g的酵母 20ml 已經放涼的滾水 然後再加糖 讓酵母先啟動 要放30分鐘才會看到 皮泡泡的情況出現 與此同時我們先洗乾淨檸檬 其實要用少許鹽去攪拌它 因為怕會有些有害物質在表面上 然後浸泡一下 晾乾它之後就可以印乾它 就可以開始泡皮了 今次我準備了8種檸檬 有3種綠色 其他的都是黃色的 兩種檸檬 其實香味很不同 綠色的檸檬 它的香味比較接近青檸 將皮刨好後備用 記得不要要白色的部分 因為白色的部分是苦的 如果你沒有我這個檸檬刀 就這樣找普通的刨刨出來 再切一切都可以的 總之碎碎不要太大顆 之後就要拿檸檬汁 核的就盡量去分開 因為核如果有浸泡那麼久 其實也會苦的 待會再說出檸檬殼 有什麼可以做 不然你看到很多檸檬汁 好像很浪費 出來後 測試檸檬汁的糖度 約6點多 差不多到7 其實很驚訝 檸檬竟然是有糖的 那我們 都準備好其他的東西 給些酵母吃 因為你看到只有7度 其實真的很少 預備好一些糖水 我想加一點蜜糖 因為我喜歡蜜糖本身的香味 但是告訴大家 蜜糖發酵完 還有沒有甜味 其實就給些酵母吃光了 所以如果想出到你的酒 本身有甜味 其實是差不多到達到 發酵過程完結後 才加糖 那我們就 把糖水 攪拌均勻 之後 倒進鞋子裡 我都會寫在 描述欄欄 我們預備了檸檬汁 其實真的差很久 為什麼要戴手套呢 因為其實如果 我們使用檸檬汁後 洗手 洗得不夠乾淨 即使你看到好像很乾淨 但是一曬太陽 在那一天很容易會有 因為我都拿OK多個檸檬 都白色 我都擔心有這個問題 因為時間上早 還經常流流長 所以戴手套就穩固 攪拌好一些糖水之後 其實就可以把酵母 倒進去一起發酵 糖和水的比例 我就是用了1.5L的水 當然是擺動了的滾水 和380g的糖 而這樣 我們其實是會分開兩至三次 去做發酵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怕糖分太高 那些酵母就會死 所以我們在過多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會加第二次糖 一起來看看 過了八天之後 這瓶檸檬就變成了什麼樣子 其實它的樣子都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每一天都會有氣體產生 所以記得按一按膠圈 把氣體釋放出來 不然你的玻璃瓶會先爆 不是玻璃瓶 而是 氣體會把你的瓶蓋推開 這樣就糟糕了 因為壓力很大 其實就會把酒剪出來 如果它剪不出來 就代表你的玻璃瓶真的會爆 所以千萬不要把你的玻璃瓶 用一些可以扭到很緊的東西 去密封 最好就是用這種有皮革的有蓋瓶瓶 到第八天 我們再加糖水 這次加多少糖呢 其實就是500ml的水 加150g的糖 這次我就不再用蔗糖 就用了白砂糖和少少的蔗糖 因為上次已經用了全蔗糖 白砂糖本身就沒有帶其他的風味 如果你不喜歡糖的風味 你可以全部用完白砂糖 都沒有問題 在開始釀製一個月之後 我們又再來加多次糖 這次再加多100g的糖 但就沒有加水 在開始之前就測試一下酒精度 看到其實也有8度 在消毒了一些器具 我們就開始加糖 加完糖之後又繼續攪拌 再等多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 再加檸檬 其實就可以喝了 其實呢 到今天呢 已經是到到去 讓我想想 已經釀製開始之後的第五十天 不過因為難了 所以還沒有加檸檬 還有把檸檬酒放入瓶的動作 等遲些試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